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们今天有请到我们的林医师来到我们的现场 林医师 欢迎好 欢迎上节目 各位观众 早安 我跟林医师很有缘 每次林医师上都是我主持 林医师想问一下 那么现在很多人就说会手脚冰冷 那无辜 就是其实天气也不是很冷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手脚板 我们的手掌心都会发冷 一般的话 手脚冰冷的话 主要就是从两个方向来思考 第一个可能就是我们身体的阳气比较不够 或者是我们阳气没有办法散步到四肢的末端 去发挥它这个温馴的功能 血液循环不好 对 血液循环不好 但是其实很多人都会说 一听到手脚冰冷说 身体虚 身体虚 其实除了身体虚以外 有没有其他因素 是会导致手脚冰冷的 是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阳气没办法散步到四肢末端 所以它未必是虚 是 没错 像我们投为诸阳之慧 所以这个四肢的末端呢 是阳气灌溉的终点 所以通常比较容易出现像阳气一有状况的时候 不管是虚或者是呢 它被避欲住了 帮住了 它没办法散步到末端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从手脚呢 首先观察到它的身体问题 那医师一般上有关的那个患者 他会自己感觉上是手脚冰冷 还是别人触碰的时候也会感觉 他患者自己会感觉到手脚冰冷 甚至严重的时候 他会有一个手指头僵硬 刺痛的那种感觉 因为血液循环不好 他就会屈身不力 那么再来的话呢 就是说旁边的人 手去摸到这一个患者的手的时候 他会觉得这个患者手的凉 甚至严重的时候 还没有触碰到患者的手 已经感觉到 已经有一股寒气过来了 哇 不用冷气太好了 这个很省钱 我看到这里旁人只要接近其手足 会感到一股寒气息来 这个好像很阴神这样 有没有 因为你在旁边你就感觉到冷冷冰冰的 对对对 已经有感觉到那一股寒气过来 天气很热吗 来手脚把旁边都凉了 是 这其实这个 有一些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才会发生 这跟 就是他白天可能体温还挺正常的 他手脚的这个温度 但晚上睡觉的时候 手脚特别冰了 这个又是什么状况 因为一般阴阳阴阳 中医讲阴阳嘛 那白天是阳 晚上是阴阴 所以他如果阳气不足的话 在晚上的话呢 那个表现就会更明显 或者是在一些比较寒冷的环境里面 冷气房 比如说我的患者前几天回来 从北京回来 他说北京零下10度 是很冷 那么现在台湾也是冬天嘛 对 那我们马来西亚还好没有 对 但是有人工冬天 是人工冬天 大家空调都开很强 对空调很强 对对 所以这样的情形之下 也会导致到手脚 其实对长期来说 就如果是手脚冰冷 我们今天谈到睡眠的时候 如果是长期手脚冰冷的话 长期在这种空调房间睡觉的话 会有什么状况 这样子长期来讲的话呢 它的阳气就没办法散步 没有办法散步的话 不只是手脚冰冷 长期这样子下来的话 还会衍生出一些其他的问题 还会衍生出其他的问题 是 那么我就很想问一下 其实手脚冰冷嘛 但为什么我们会手脚冰冷 是因为我们时常喝很多冷水 时常在这个空调的室内还是怎样 然后我在这里看得到 其实它原因 其实可以分成不同的 可能是性别或者是年龄的那个阶层的 对 像我们刚刚讲的 手脚冰冷最关键的就是阳气 那么阳气的话呢 第一个虚 第二个就是他没办法散步 那虚的部分呢 比较常见的是年长者 因为我们有一句话 我们年过五十阳气至半 就是阳气就开始走下坡了 那女性朋友 比较常见到的是她的阳气碧玉 因为女性朋友呢 她这个神经调控血管的灵敏度比男生快 所以她一到寒冷的环境呢 她的反应会比男生快 怎么讲反应呢 但其实寒冷的环境 是不是自己身体会自然调节吗 对对 怎么反而是身体会冰冷了 因为我们在寒冷的环境 就长期在寒冷的环境 或者是我们身体处于一种 室温的状况的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神经她会先调控 保住我们重要的器官 比如说大脑心脏肝脏肾脏 先给她保暖 对 那所以这个末梢的血管她就会收缩 让比较多的血液能够保证我们重要器官的运行 就是一个生存自然的反应 那我想问一下会不会就说 很多人就说女性就比较可以补嘛 热气的东西都可以吃 男性是不可以的 因为很快发热气 所以就是也是同一个原理来的 其实也不一定因人而异 因为中医她比较特别的就是 看体质 三阴自宜 因食自宜 因地自宜 因人自宜 所以有些男性呢 她也有 也会有可能出现手脚冰冷的状况 嗯 比如说呢 一些贫血的患者 男生也会贫血 是是是 一些或者一些肾脏 可能有 功能不是很好 没错 所以从这里还有其他的这个因素的 是 就是阳气不够 阳气必欲 那其实我们在临床上面呢 有一个比较简单的 来判断到底是阳气不够 那还是阳气被绑住困住 没办法散步到四肢末 怎么去分别呢 自己有办法分别吗 就是说我们看武侠小说的时候 经常都看到 任都二脉 那任都二脉呢 任是阴 都是阳 都脉就是在我们的背后这个地方 就是在这个 这个脑 对 就是头正中央 一直下来到这个 脊椎的位端 脊椎这个地方 就都脉 那我们如果遇到一个手脚冰冷的人 那我们要判断他是阳气不够 还是阳气被绑住了 我们可以去触碰他的督脉 他的督脉如果是温暖的 那我们可以就是觉得说他的阳气是被绑住 怎么怎么铺冲呢 对 那老师来示范一下 你会后背部往这边吧 好 如果我们看到瑞耀的手脚冰冷了 那我们就是可以触摸一下他的后面这个督脉 督脉这个位置去摸摸看 如果这个摸下去温暖的 表示瑞耀的阳气是够的 只是因为其他的因素 导致他阳气没办法散步到四肢末端 这就是阳育 对 一般我们讲阳育 那如果摸下去 凉的 表示他本身的阳气就不够 哦 所以是要从这个 后面这里 颈向那边开始往下摸吗 还是 直接这样子摸就知道了 就已经知道了 这样老师我是吗 因为衣服太厚了 现在摸不到 衣服要不准 对 不是啊 因为肥肉太多 好 好 那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里说有糖尿病 这有在之前那一张卡有错这个是 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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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月經期 然後再來就是月經之後的 我們可以補身體的一個階段 然後再來就是月經前的那一段時間 那這三個階段比較起來的話呢 在月經期的時候 女性的體溫呢 是處於相對的低溫期 自然現象嗎 這是一個自然現象嗎 對 它一個荷爾蒙的變化 相對低溫期的時候 它的整個循環代謝 基礎代謝率減低 所以這時候女性朋友要特別注意 比較容易生病 因為這時候基礎代謝率低 免疫力就會比較低 我們體溫只要升高一度呢 我們的免疫力就會比較強 這個就是在月經週期之間 月經來的時候 所以那個時候 這個體溫保暖要特別的注意 對對 這個要特別的小心照顧身體 那女性呢 是在這一個排卵期的時候 月經最高 所以那個時候女生呢 不論是在生理心理上面的狀態 都是最好的 OK 那麼其實這個我看到 手腳冰冷透露出的毛病 什麼意思糖尿病 就是如果你手腳冰冷 你可能是會患糖尿病 對我們中醫講 病諸於內 行諸於外 就是說雖然我們內部身體的狀況 我們可以透過外面的一個部分來診斷 那手腳冰冷呢 它作為一個症狀呢 它可以有一些抑鬱 那當然很多 手腳冰冷它是一個症狀 它不是一個病 它有很多病都會導致手腳冰冷 那我們這邊列出了一些 常見的所謂糖尿病 就是說它這個 糖尿病患者它本身 末端的血管 神經呢 它都有病變 所以它對於溫度的這個調控 都會比較差 所以這個糖尿病患者 他的手腳經常出一個冰冷的狀態 就會出現這問題了 如果腸胃道出血 這個就是我們常見這個 男性朋友手腳冰冷的原因 腸胃道出血包括我們的胃出血 包括痔瘡出血 那長期出血的狀況之下 我們這一個 血就沒辦法乳癢我們的身體 不夠血 對 不夠血 這樣腸胃道出血包括 比如說十二指腸胃癢那些都算嗎 胃癢那些如果有出血的狀況 那出血它不是急性出血 是慢性出血 所以這種就是它可能 在那段時期 它都會一直手腳冰冷的 它不是偶爾 它是一直處於手腳冰冷的狀 因為它的物質基礎不夠 啊 OK 是 雷若試症候群是什麼意思 這個是比較少見的 一個免疫系統的疾病 那通常也是女性朋友比較多見 就是它 女人果然是比較多麻煩一點 對 我們自身的免疫系統 沒辦法去分辨呢 是自己人還是敵人 它會攻擊我們身體的整治 這個有點像那個紅胖人 對 那個也是免疫系統的問題 對 那這個雷若試症候群 它是攻擊我們身體的血管 它會造成血管慢性發炎 所以像這種雷若試症候群的患者 它一進到寒冷的環境 很明顯的就會感覺到 這個手開始變白 顏色變白 白到最後變成紫色 缺血 缺血 然後再過一段時間 又慢慢回復成原來正常的粉 所以它其實也是很敏感的 很快就是 對 它在寒冷的環境 或者是我們故意如果要去測試的話 就是冰水然後讓它手放進去 而且我有一個朋友就是這樣 很快就是去到冷的地方啊 雲頂那些 它很快就變白色 全部白色 然後你就看到紫色一點 女性嗎 女性啊 女性朋友比較多 而且是好像潛水那種 我們潛水那種 下去一個小時才上來 哇 它整個人是 那個手是嚇死人的 是 甚至會變紫色 所以這樣真的是算一個病症吧 這個 對 是要就醫的 對 然後還有這個 甲狀腺肌肉 這個因為是男性比較多了吧 它一般甲狀腺 我們可以分成抗靜跟低下 那抗靜的話就是它的基礎代謝率比較快 那低下相反 相反的時候呢 就我們的手腳也經常會處於一個冰冷的狀況 因為我看這裡都是好像失血啊 還是那個水液循環的問題 那麼這個是有關血嗎 這個跟我們的荷爾蒙有關係 荷爾蒙有關係 所以我們呢 在臨床上治療這一方面 荷爾蒙的問題都是從 從腎來著眼 這樣子 神經系統病變 自律神經失調 又是什麼呢 神經系統的話呢 就是說 我們有一個溫控 溫控系統 那如果比如說腦血管意外 中風之後呢 去傷害到這一部分的話 所以它除了那個行動不力之外呢 它有時候還會出現這個溫差 它無法去適應跟著那個 周圍的那個氣候去調整 去變化 身體的這個空調溫度計壞了 是壞掉了 那自律神經失調是 就是我們處在一個壓力的環境之下呢 它長期處在壓力之下 這個自律神經呢 它會有一些問題 它沒有辦法去調控我們這個血管的分配 所以那些長期處於壓力 你那些檢討一下 你長期處於壓力之下 等一下老少搞打麥 是高危險群 對 不育症以及這個不育症 有什麼分別啊 這兩個 不育症的話 通常我們是指女性朋友 叫做不育症 不能懷孕 補育就是男性 那男性的對 就是不育症 今天有學到新的東西 所以如果是有這樣的病症的話 可能會出現手腳檳榔 對就是說我們剛剛有提到 如果我們長期處在一個寒冷的環境 或者是濕溫的狀況 我們首先會互助重要的器官 比如說大腦 心臟 肝臟 肾臟 肾臟 那很抱歉 這個生殖系統 腸胃道系統呢 不是重要的器官 它是Sakient Check的那個 它不是Biurity 就是你活命還要比你生育更重要的意思 對 所以長期處於一個 一個血液循環比較差的狀況之下 它就沒辦法發揮它正常的功能 甚至呢 在時間再更久一點 那個量變會導致質變 會衍生出一些腫瘤 這一方面的問題 所以女性朋友要多注意 然後還有就是這個腸道肌惹症 對 那原因是一樣的 那但是腸道肌惹症是什麼呢 就是說它有時候呢 它就是會有這個便秘的問題 那也很奇怪 有時候呢 它又一直拉肚子 便秘拉肚子不一定 特別是遇到緊張 比如說我們等一下要去上體育課了 他緊張 然後他就想要去上一下廁所 要拉肚子一下 有些人就緊張 他可能就是有不同的那狀況 有些人會覺得想嘔吐 有些人是會想就是去 去上那個洗手間 那真是腸道肌惹症 是表現在腸道在一個上洗手間 也會手腳冰冷 對 那麼手腳冰冷其實呢 真的是要留意 如果有這樣的狀況的話 可能你在隱藏自己不同的這個病症 病症 對 不要掉以輕心 對 那麼所以這個是伴隨的這個症狀 比如說我們腹瘤病 老醫師剛剛說的 就便秘也會吧 對 腸道肌惹症 腸道的這個整個環境 不是很理想 但是我們現在講的這個是 比較處於精神緊張 精神影響牽合道的感覺 是 其實他是一環扣一環 精神緊張的時候呢 我們的交感神經 他就會去收縮我們那個 四肢末梢的血管 那四肢末梢的攻血量就會不足 就會導致手腳病人 對 所以長期處於緊張 精神緊張 緊繃的狀態之下 他可能就有這些症狀了 對 腹瀉便秘 手腳冰冷 他可能就一起來 沒錯 要經常釋放壓力 所以這個月經周期 也是一樣 就是我們的子宮 卵巢 他處於一個 血液循環比較差的狀況之下 他功能沒辦法很好的發揮 所以就是月經周期溫亂 有時候提早 有時候呢 眼後 甚至會有痛經的現象出現 沒辦法去上班上課 這樣子 那很多女性現在會有子宮腫瘤 那個有影響嗎 也是這個問題 也是會手腳冰冷 對 量變會導致脂變 他就是會衍生出這一些腫瘤 這一些結構 然後可能嚴重一點 會造成這個不孕症 對 那麼其實真的是 比較小看這個手腳冰冷 對 我們現在看了這個版 四個裡面有三個 是跟女性關係的 所以我們女性朋友 要照顧身體是比較難的 是的 那麼到底要用什麼方法呢 才可以跟智慧預防呢 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還是有我們的這個林醫師 為大家來講解的 應該喝什麼 我們的秘方 換你回來 那一般上呢 我們就覺得這個手腳冰冷 我相信很多人呢 就可能就是說 走出去給太陽曬兩下這樣 那可能就是給體溫再升高一點 那就可以解決 那其實是錯的 一般對一般 也是可以 對 就是我們離開那個寒冷的環境 離開所謂的人工冬天的環境 那我們手腳冰冷的症狀呢 就沒有這麼嚴重了 可是在中醫的這個怎麼說呢 這個中藥的這個膳食當中 也是可以 就是預防或者是可以減輕 這個手腳冰冷的狀況 對 那麼老師先來介紹一下 好 這個有什麼東西呢 好 如果我們手腳冰冷的是因為這個陽虛引起的話 血虛 那我們這一個 血虛的意思就是不夠血嗎 對 血不夠血 那我們這一個暖身的溫精藥膳呢 可以達到一定的效果 首先我們看到的是當歸 穿胸 這兩對呢 這兩位要是對要 對要 對要 對要就是說他們經常呢 一加一會大於二 一加一會大於二 像當歸 我們終於有講一句話叫做 血為氣之母 氣為血之帥 好深喔 什麼意思 對 就是說 我們當歸是陽血活血 是 穿胸行氣活血 那我們不只呢 血液呢 要充分 充足 是 那個血液的功能要發揮 是 要去運行 所以這個穿胸可以起到這個 推動血液的一個作用 所以它就是可以提高這個血液的循環的 並不是 怎麼說增加那個造血的那個功能了 對不對 所以很多我可以看到女性啊 就是來月經都會吃這兩樣東西是嗎 是 其實還有另外兩樣叫做熟蒂 熟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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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說 引發這個體內的熱量還是怎樣 它可以去風 去濕 散寒 生薑是一個臨床上蠻常用到的一個中藥 所以那我們就一起拿來包 對 大概這樣子的一個份量 當歸我們用20克 川胸15克 生薑15克 熟地我們可以用到20克 甘草一點點就夠了6克 紅棗10枚 然後我們加大概2000cc的水 再加上羊肉500克 所以這個藥膳是有羊肉的 為什麼要放羊肉 老師 羊肉一般叫做血肉有情之品 以形補形 它可以瞬間迅速的補充我們身體的一個能量 所以 營養學上面因為它豐富的鐵質 鐵質對於造血有一定的幫助 所以它也是造血的 我還以為就是說 因為一般上去到冬天 你知道很多人都會吃羊肉 類似這樣的東西 我還以為就是它可以保溫 也是有一樣的效果 所以一般上我們就是 你看中藥是最方便的 它就一同來去包 那麼包大概多久 要多少這個水量 剛才1000cc 我們用2000cc的水 然後用大火先煮 煮滾了水滾了之後 我們轉小火 小火再燉一個小時到一個半小時 一個小時一個半小時就OK了 那麼就是因為時間的10個時間 老師有準備了這個 來 這個就是我們的暖身藥扇 它好像那些坐月子的那個 對 因為當歸春胸熟地 就是坐月子經常用到的這個藥 都會經常用到的這個藥 那老師我想問 放這麼多好像很熱氣的東西在裡頭 那麼男生喝還可以不可以啊 如果男生呢屬於虛寒體質呢 也蠻適合的 那如果是陰虛體質有一點燥熱的話呢 那可能就不太適合 就不要吃太多了 來我嚐一嚐那個味道 OK啦 因為鹹鹹的味道 然後其實我很喜歡那藥材湯 那所以我覺得OK的 所以比如說有這樣的一個問題的話 一天呢到底呢 就是要大概吃喝一碗嗎 還是每一天每一天OK嗎 胃太熱 其實對我們大概一個禮拜呢 做個這樣子兩三次就可以了 就OK了 直到那個手腳冰冷就是 緩解下來改善然後才可能停止 是 那我這裡有看到另外一些的這個藥材 那麼除了就是我們有這個藥膳之味呢 然後這個是哪一做什麼的老師 這是用來泡腳的 泡腳也可以喔 像我們剛剛談到的一些女性朋友 晚上睡覺的時候呢 因為手腳冰冷不好睡 甚至還要穿襪子 那我們在零睡之前呢 我們可以來泡一下腳 是 就是溫精暖身 所以這個有什麼呢 老師來 好首先我們用到紅花 紅花 紅花火血化淤 效果非常好 那再來我們可以用一點桂枝 桂枝酥筋通絡 是 那同樣用到生薑 生薑的話呢 也是去寒 去風 這樣子 全部就是針對呢 就是可以 就是保持你的這個血液型 或提高啦 對不對 或者就是可能去掉你裡邊的那些 風寒 對寒氣 寒氣比較重 是 那麼生薑我們一般上用這裡有寫 就是30克 然後我們的桂枝15克 紅花20克 其實紅花是很危險的一些 料材是嗎 因為我看戲看太多了 很多說什麼 就是要躲孩子什麼東西都不能用紅花 對 可是這個外服 外用的話就比較好 對 內服的話有懷孕的這個婦女朋友呢 就不太適合 是 那麼這樣懷孕的這個女生可以做這個泡腳嗎 可以嗎 還好嗎 懷孕的話呢 一般我們臨床的經驗 前三個月後三個月呢 比較有風險 是 所以就不太建議 那當然如果手腳冰冷很嚴重的話 還是可以適量泡一下 就是溫度跟時間要控制好 這樣子 可能過了這個三個月呢 等你的胎比較穩定的時候才可以 那麼想問一下這個就是泡一泡 就是用水煮一煮然後就可以泡腳 還是要怎麼 對 要用煮的 一般 有些人是直接放在熱水裡面這樣子 我覺得這樣子 藥物的有效成分沒辦法散布出來 所以我們建議呢用1000cc的水 然後呢一樣大火煮開之後呢 轉小火 煮個20分鐘左右 那我們就可以拿來泡腳 但是泡腳其實它有一些注意事項 是的 比如說 比如說呢 這個最好是用桶來泡 不要用盆 為什麼呢 因為桶呢它比較深 深一點 最好能夠泡到小腿肚在竹山裡那個位置 所以千萬不要只是泡那個腳板而已 如果泡那個腳板的話 效果可能就沒有那麼好 再來就是說我們飯前飯後 30分鐘最好不要做泡腳的這個動作 這個是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剛剛吃完飯嘛 那泡腳會促進血液的循環 那我們吃完飯之後呢 希望血液呢都是在這個胃腸道來做消化吸收 所以不是在其他的地方 這個根就是說很多人說就是吃飽飯後呢 不要去做這個按摩 同樣的一個原理 同樣的 我們希望它能夠專注的來做消化吸收 所以觀眾朋友你們聽懂了沒有呢 記得了 是的 那麼其實剛剛我們有說到這個泡腳嘛 其實也有很多學問 那麼尤其是一些這個糖尿病的病患 其實我們要很留意他們的這個溫度 水的溫度 對 因為它感知這個溫度的能力下降 所以它要泡腳之前呢 最好由家人呢 去幫他試水溫 測量一下 或者呢我們可以用這個水中的溫度計 那糖尿病患者呢 自己去看這個溫度 這樣子防止它這個腳呢 最適宜的溫度是在幾度之間而已 一般呢也不要太高 大概在42度到45度之間 不要超過45度 不要超過四度 不要超過 就不會燙傷 是是是 好 那麼其實手腳冰冷的患者呢 其實預防以及保健 剛剛沒有談到我們的這藥膳 泡腳 那除此之外呢 其實呢也可以不可以做什麼 和可以做什麼呢 其實就是 當然我們要 老話一句啦 對把自己身體的免疫力照顧好 所以要均衡的攝取蛋白質脂肪糖類 不要偏食 不要偏食 那這當中呢 這一個以營養學的角度來講呢 這一個攝取 就是讓我們身體能夠快速發熱的 速度最快的是蛋白質 OK 對所以不管是動物性蛋白質 或植物性蛋白質 比如說像這個 黑豆啊 植物性蛋白質 這個發熱 讓身體發熱的效果也很好 第二個我看到是我生命朋友最常犯的 尤其現在的年輕很多都是冷飲 我自己本身不喝冷飲 我是比較隨老人家的 因為天氣熱嘛 對不對 對 以前的老人家常說不要喝冷飲 不要喝冷飲 沒有解釋說為什麼 那為什麼不喝冷飲呢 因為陰陽陰陽嘛 我們如果呢 陽氣不夠 那這個冷的再進去呢 我們陽氣就會更濃 但是很多就說 天氣熱啊 天氣熱啊 天氣還下就說很熱啊 我都 怎麼還可能喝熱飲 那尤其是喝汽水 他們一定要喝冷的 那感覺才很好 對 我們在臨床上常常看見 上、食、下、虛 所謂上就是胃 胃這個地方熱 所以他想要喝冷飲 那喝了之後呢 他其實是涼到下 下就是腎 好 那腎有關於我們一生的陽氣 就反而是 反而就是涼到腎 所以我們這個 貪涼飲冷的是很要不得的 那如果是反過來說 喝熱飲的話 對於胃有起什麼作用呢 它熱呢 它可以就是在順利的 讓我們身體有一個氣化的作用 其實反而比較能夠解渴 冷的東西喝太多 整個陽氣碧玉柱之後呢 有時候它會有一種 越喝越渴的一個現象 就是一個假象 反而是很口渴的 所以喝熱飲可能它就是 比較好 而且熱飲也會促進這個胃的血液 比較順暢一點 是的 那麼自己也可以看到 就是睡眠啦 睡眠要充足 是的 睡眠充足 那怎麼會影響到那個手腳冰冷 因為睡眠是最好的藥 因為我們人呢 在休息或在睡眠當中 就是人體的細胞 然後自己在修復自己的一個過程 所以充足的睡眠 表示我們得到充足的一個修復 阿醫師充足的睡眠 請問是幾個小時 對 定義是什麼 一般大概就是七個小時 哎呀死了 我們每個晚上都不夠 好 那麼其實還有就是 維持規律的運動 其實所謂的規律 就是可能每一天都會做這些指定動作 是 對 做指定的運動 是 是 但沒有辦法的時候 可能就偷在這個午餐時間 偷一個十分鐘十五分鐘去 去跑跑步一下 什麼這樣也算吧 好過沒有 對好過沒有 就是其實這個運動就是 可能一定要流汗嗎 還是怎樣 其實最最好是說 你能夠有這一個 有氧嗎 超過二十分鐘 超過二十分鐘的一個運動 才是有效的運動 是 好 開汗開毒這樣子 對 那麼當然就是要避免一些空調 或者這個風扇 直接 直接吹息 直接吹息跟 比如說風扇 往另外一個方向打 有很大的差別吧 這樣就比較好 OK一點 不要直接這樣子吹 風為百病之長 它會夾帶很多的病血 結果我知道 因為我的鼻敏感 一吹到風扇就來了 對 直接吹 不直接吹就OK 是 好 那麼其實呢 在中醫裡面當然就是會按摩 是 可能就是可以幫助一下 緩和一下有關這個手腳病人 對 像我們的這個大椎穴剛剛有談到 它為這個交會穴 就是手三陽 腳三陽筋的一個交會穴 大概是在哪個部分 這剛才是 也是蠻的那個部分 我們再來重複一次 這個頭彎下去呢 這個脖子這個地方會有一個最突出來的 對 突出來的 那一個就是大 第七頸椎 那第七頸椎急突下 這個地方就是我們所謂的大椎穴 這個地方呢 大椎穴呢 我們呢 就是手 兩隻手 手掌的稍微摩擦一下 有一點溫度之後呢 那我們呢 大概三十秒到一分鐘摩擦 然後放在這個大椎穴這個地方 就自己做嗎 對 自己做 自己做 它就是一個啟動我們身體溫暖的 太過了 不一定就是怎麼說去按啦 就是要給這個溫度 對 就是手心熱的時候去壓在這個大椎穴這個地方 老師如果我用那個熱的那個毛巾可以嗎 也可以 或者是像我們 台灣還蠻流行的一種叫做暖暖包 對 放在這個大椎穴 OK 所以這個每天做嗎 對 隨時做 隨時 你只要覺得手腳冰冷的時候就可以做 好 所以手腳冰冷的朋友就要這一招學起來了 對 那麼官員穴就是在肚脊下面 四根手指頭 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所謂的丹田 丹田 那一樣我們手心呢 摩擦升熱之後呢 那去放在這個官員穴 十強 OK 因為這個官員它是先天盛氣 那我們呢 手這個有一個勞工穴 是手絕音性包經 那這一個先天盛氣 心腎相交 OK 讓它起到一個溫暖的作用 那另外呢 那在這辦公室要做 不要在你同事面前做被告性騷擾這樣 對 剛剛講到手心有一個勞工穴 就是我們的手呢 這樣壓下來 中指壓住的這一個手心的部位 就是我們的勞工穴 這裡啦看到沒有 那這個又怎麼做呢 這個其實不需要 就是摩擦 我們主要是要跟觀眾朋友知道 就是說 起到一個心腎相交 促進血液循環 那一樣 所以這個也是摩擦嗎 對 擁拳穴 或者是像我們剛剛泡腳 這個腳去摩擦 不是 手心摩擦之後 然後去按 這個勞工對著擁拳 就放回那個地方 放在這個腳去的地方 同樣這個有香港腳的朋友 不要在辦公室做好 或者是我們剛剛有談到嘛 我們在泡腳的時候 其實這個勇拳穴的刺激效果非常好 或者是觀眾朋友 你覺得呢 你很懶 很 要去煮那些中藥湯來泡腳很困難 那我們呢 直接呢 有一個簡單的 超韻波氣泡浴來泡腳 這個效果也很好 它可以快速透熱 直接到達我們的這個 末梢循環加速它 這是醫師在你們的這個診所 這在我們診所裡面 有這樣子的一個設備 這就更簡單 真的是泡到小腿那邊 對 好 可以 嗯 那麼其實我覺得這樣的方法 是非常的好的 比如說你出外邊呢 還是在國外 你覺得有這樣的一個問題的話 或是你可以用你自己的這個手掌 然後去摩擦 那無需要靠 就是靠一些任何的一些儀器 對 就自己都可以做 對啊 尤其是去一些些年尾的一些地方 可能比較涼 嗯 那三位組織要小心一點 然後你們又是女性 哈哈哈哈 所以放假不要放得這麼開心 對 不要放肆 好我們非常感謝林子民醫師 謝謝 謝謝 所以大家就注意健康了 明天早上呢 又是Dancebook